大家好,上次课呢,我们讲到法则七,是吧,也就是有关的这个根轨迹,在这个虚轴上,那个点,我们怎么求,是吧,答清楚了,这次课呢,我们接着讲这个法则八,当然我们下面还有几个法则,是吧,这个法则八呢, 对应的就是一个出射角,与这个入射角对我概念,首先,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出射角,什么叫入射角,或者呢,又称它为起死角和中止角,出射角呢,对应的,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对应轨迹,它是从这个极点出发, 中止于零点,那你这样从极点出发,中止于零点,那从出发,直接出发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如果我这个X轴正向,是不是有一个角度,我们是不是能够, 抽出来,是不是,这个角度,实际上就是这个,那个曲线,给鬼子曲线,在这个,持续点出,那一点出这个斜率,是不是, 是不是,它是一点倒数,斜率,也是贴向了这个夹角,我们这出射角,那自然理解了这个出射角,那我们就很容易的来理解这个入射角, 入射角,那就说明,哎,我这个跟狗计,它,中止于我这个零点的时候,哎,那个,那个点出这个斜率,是不是, 与X轴的家长,我们称为,X轴正向的家长,我们称为,入射角, 这个角度的这个关系呢,那就是,sigma i从1到n,然后呢,s减pi, 这个复数的这个,这个复角之和,减去sigma i从1到m,s减zd, 他们这个,这个复数的这个,复角之和, 两个点X,是吧,那等于2k加1π, 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 s减pi,是吧,s减zd, pi我们说过了,它都表示, 我这个,开环传点还说这个, g,zd,我们说过了, 它是表示, 开环传点还说这个, 零点, 一个几点,一个是零点, 是吧,我们你看, 这个画了个图,也就做了个例子, 是吧,这个例子我们能看得出来, 这是, 几点,是吧,p4, 我们现在看p,p,这是个几点, 然后这是个p2,然后还有个p3, 这是p4,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零点, 零点呢, 有个,这是个z1, 这个是主要这个零点, 然后这个地方是z2,然后这个是z3, 嗯, 四个几点,三个零点, 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 s点是pi, 是不是啊, s点是pi, 什么意思, s表示我这个跟鬼子上的这个点, 某一个点, 你pi, 它们之间的这个, 差,两个向的这个差, 是吧, 负角, 如果用图形来表示, 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由这个pi出发, 指向, s这个向量, 与x轴正向的这个架角, 我们现在是负角,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就是由零点出发, 是吧, 沿, 指向s, 这个向量, 与x轴正向的架角, 它们能, 加着之后, 零点价格加着之后, 然后提到各家之后, 最终渐渐, 要变为, 要挡定f加一派, 是吧, 这就是我们, 有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就来看, 例数, 一个例数来表示, 是吧, 例数的单位法规系统开完常见函数, 为, s, 等于, 这个, 是吧, s, s加2.5, s加0.5, 加减1.5, 然后这个,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图, 实质上对应的, 就是这么一个, 他要常见按说, 这个零起点分不图, 当然注意, 我们现在来, 绘制这个, 电轨器, 首先, 你可以看到, 我们假设, 这个地方, 是吧, 这个点数, 是他的一个, 极点, 也就是, 壁环常言数极点, 也是表示一个, 根嘛, 是吧, 我们首先简单的, 不考虑这个, 不考虑任意出的这个, 根, 是吧, 任意出的极点, 我们考虑一个非常简单的, 就是说, 我们这个, 某个, 极点, 或者是某个, 理解出的这个, 根的这个, 他的这个, 关系, 你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式子当中, 把这个S, 用这个PE来代替, 那大家可以想象, S用PE代替, 那是不是少了一个, 数了, 是吧, 因为SPE, PE减PE, 代替0了嘛, 是不是, 那就, 比较简单了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看, 第一种情况, S如果用PE来代替,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PE我们不考虑了, 然后呢, P2, PE减是P2, 他的这个腹脚, 是什么含义, P2是哪一个, P2是这个, 是不是, 这P2, P2, 点, 也就P1, 点是P2, 那实际上就是P2, 只剩这个P1, 这个呢, 刚好是, 紫实度, 十二, 二年, 有个尺寸二, 是吧, 90度, 然后我们来看, P3, 是吧, 也就P1, 点P3, 那是实际上就是表示, 由P3, 直向P1, P3是哪一个点, 这个点, P3直向P1, 那这个项量, 这个项量, 与X的正向P3, 等于108.5度, 是不是, 这是108.5度, 然后呢, 我们来P4, P1, 减P4, 那就是P4, 指向P1的这个项量, 是吧, 这个项量, 与这个X球正向的这个项量, 7加4, 等于37度, 是吧, 正向P4, 我们来, 这个是它E呢, 那就表示, 位于, 是吧, 这个位置处附近的这个, 点, 是吧, 就是P的, 在这个夹角, 是吧, P指向这一点, 也就是这个, 7线的这个斜率, 是吧, 这个夹角, 我们用F3, 1来表示, 是吧, 我们现在来看零点, 零点, 我们用F1来表示, 是不是, 那你看, Z, Z等于E, ZE这个零点, ZE, ZE这个零点在这个地方, 这个零点, 与这个P这个, 是不是啊, 这个附近的这个, F1, 56.6度, 是吧, 然后Z2, Z1, 那这个Z2, Z2在这里, Z2与这个, P这个零点, 是吧, 那等于F2, 等于19度, 然后呢, Z3, Z3, 你看, 你这个, 现在加了, F3, 59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 零点, 就是, 是吧, 副角之和, 手钝的副角之和, 56.6, 6.5, 是吧, 加19, 加59, 减去, 这个, 几点对于的角之和, Z1, 加90, Z1, 108, 是吧, 等于负, 180度, 然后加1π, 是吧, Z1呢, 等于719度, 所以Z1等于719度, 就这个角, 是吧, 这个角实在对应的这个, 是出色, 出色的角, 719度, 当然我们也可以, 对于这个入色角, 入色角, 那就一样了, 入色角, 那你还是应用有关的这个公式, 是吧, 点去, 你看入色角, 我们如果对于这个零点, 跟这个零点来讲, 是不是,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同样的计算, 是吧, 我们可以得出分的等于1π49.5度, 那就这个, 这个角, 1π47.5度, 所以呢, 这是有关出色角, 入色角, 这么个关系, 实际上这个法则呢, 没有多大的这个应用价值, 是吧, 因为, 入色角, 出色角, 此时代一点, 此时代一个角度, 没有多大的应用价值, 你说有什么价值, 是吧, 我反正大致知道这行动, 是这样就行了, 具体, 为什么, 你出色角有多大, 或者啥, 没多大的影响, 是吧, 影响都不是很大的, 好了, 这个呢, 大家对这个法则吧, 知道就行了, 是吧, 我们呢, 也不要求那么深入, 我们只要知道一些就行了, 好了, 我们就, 第二个例子, 来给大家, 应用一下有关的这个法则, 是吧, 这就是例五了, 按照我们这个顺序, 例五, 例五呢, 引致系统结构图, 绘制这个并轨迹, 是吧, 这个系统结构图这个图, 我们要获取并轨迹, 但是这个系统, 大家要注意, 它, 我们, 讲该诡计, 我们要用到它的这个开放传点函数,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系统, 它不是一种典型的开放传点函数形式, 我们就要利用这个维尽公式, 或者比较简单的这个公式, 是吧, 把它有关的这个开放传点函数, 把它表示出来, 这个开放传点函数呢, 实际上就是S分之K, 乘上这个, 乘上这个一个局部的这个并化传点函数, 它们上乘, 我们就可以得到八个化解, 是吧, 便为等于S, 乘上这个S平方加2S加二分之K, 是吧, 这个等于E了, 那就不管了, 没什么意义了, 是不是, 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 我们就要判断, 它的这个十足上的跟轨迹, 这个开放传点函数, 大家注意, 它没有零点, 是吧, 有三个几点, 三个几点, 一个几点是零, 是吧, 这个原点, 我们用P3来表示, 另外两个指线, 一个是P1, 一个是P2, 什么, 两个负根, 你看, 我们就在这边来表示, 这是两个这个, 几点的这个, 三个几点这么一个情况, 是吧, 首先, 我们就来看, X轴方向的这个, 或者X轴上的这个几点, 是吧, 在X轴上, 最右端的零几点是哪一个, 就这个P3, 这个P3, 对应的是最右端的这个零几点, 这个P3, 因为大队没有零点, 所以我有三个分支, 三条分支, 这三条分支呢, 它又对应了三条阶级线, 是不是,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从P2出发的, 它给人家去无穷, 从P3出发的, 也要去这无穷, 是不是, 从P3出发的, 我们呢, 大致的我们可以得出, 它是, 沿着这个, 左边, 是吧, 移动的, 是吧, 因为从基数个, 第一个几点到, 哦, 输个零点啊, 是不是, 这个, 可以拍得出来, 当然, 这个还不是那么, 很容易辨别,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没有零点数在, X轴的这个, P3的这个左边, 是不是, 没有, 所以我们就要用到这个, 阶级线, 你如果遇到阶级线, 它的角度是180度, 是不是, 也就是沿着X轴的这个副方向, 那我们就可以得出, 那从P3这一点出发的, 肯定是, 沿着X轴无方向, 虚虚无桥, 这毫无疑问的,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地线, S, 是吧, 那就是三个, 三分之这个, 根子和了, 是吧, 0, 贯一, 贯一, 是不是, 等于贯三分之二, 贯三分之二, 这就是什么, 是贯一, 那这个之后就贯三分之二, 大致这个位置, 是不是, 然后呢, 贯一, 贯一, 就等于三分之二k加一π, 三分之二k加一π, 我们前面已经, 知道了, 那就正负60度, 然后180度, 是不是, 所以你看, 还能画出来, 这是一条这些60度, 是吧, 这一条这些贯60度, 然后还有这些180度, 所以180度刚好对, X90的贯方向,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来了, 从贫三出发的这个, 根, 它的这个分支啊, 肯定是, 沿着, X90的贯方向, 趋于无穷, 好了, 有了这个, 我们就来, 探算一下P和P二, 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情况, 它的开环传续函数, 满足, N-M, W等于二这种情况, 是不是, 它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出, 直律并环根的这个, 支合, 是个常数, 那你可以想象, P三这个分支, 它是, 向左移动的, 那我P二出发的这两个分支, 那肯定是, 相右移动的, 不然, 它的根不能保持为一个常数, 是不是, 根的增量, 支合, 要, 保持为零, 那不然的话, 你一个, 只能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不然的话, 它肯定, 如果大家都想, 都想走的话, 那肯定不能保持为常数嘛, 根之后也不能保持为零嘛, 这是说不到的, 所以呢, 这个呢, 也, 需要我们, 是吧, 是我们就是说, 也能够判得出来, 哎, P二出发的根, 它是, 往右移动的, 往右移动的, 而且我们, 根据这个接地线, 我们也知道, 它肯定大致, 是这么一个形状, 是不是, 当然我们还可以说, 哎, 是不是可能, 比如说往上翘一点, 然后在最后, 是不是, 一直沿着这个跟鬼之脚来, 那这个是不是往上翘, 还是往下翘, 像这种形状, 是吧, 沿着, 沿着这个接地线来, 那我们就说啊, 这个呢, 跟这个, 出手脚有关, 是吧, 你这出手脚, 你是怎么一个脚, 我们来看一下, 出手脚, 那就是0, 是吧, 减去c1加上90度, 加1倍35, 等于负1倍80度, 我们可以推出c1了, 等于负45度, 是吧, 那c1等于负45度, 那实际上就是, 哎, 这样, 是吧, 这么一个方向, 是吧, 这么一个方向, 那你您看, 那就是这么一个方向, 往这样移动,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注意, 然后呢, 这个0点, 因为为0了, 没有0点了, 为0, 所以我这个极点, p1这个极点, 它的这个, 这个p3, 它那个是135度, 是不是, 然后呢, p2, p2这个跟p3呢, 它又是相差一个, 是吧, p2跟p1之间, 它又相差90度, 然后呢, 这个, p2跟p3, 我们呢, 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个, s, s, sit, 是吧, 也就是这两个极点, 我们这边就得出来了, 是不是, 并且我们刚才所说的出售角, 入售角这个关系, 是吧, 等于负1k加1拍, 一般就负180度, 是吧, 整个4加1等于负45度, 所以沿这里, 接着对随性, 那这边就沿这里, 是不是, 所以这个, 我们也, 说出来了, 那通过这个呢, 接地线, 通过这个, 出售角入售角, 我们大的就把这个, 并轨迹图形, 我们发出来了, 你说这个并轨迹图形, 我们能看出来, 它肯定, 是要与虚轴, 相交的, 在s平面上, 那与虚轴相交, 那我们怎么求, 与虚轴这个交点, 是吧, 与虚轴交点, 那我们把它, ds等于s地方, 加s平方, 加s加k, 等于0, 把这个s等于g, 带进去, 然后呢, 把它10不等于0, 4不等于0, 我们可以得出, 哦美加等于正负更好2, 是吧, 然后k呢, 等于4, 然后这个地方, 是正负更好2, 正好2, 是吧, 虚轴这个交点, 我们就说出来了, 好吗,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表达事, 第五所表示的, 就是我们的几个法则, 是吧, 我们前面学了这么个法则, 它对应的这么一些, 定轨是怎么而来汇集, 我们也说的差不多了, 是吧, 所以呢, 有了这些啊, 我们, 目前我们讲了八个法则, 有了这个法则啊, 我们基本上, 八字的这个, 定轨机啊, 已经能够汇集完了, 是吧, 都没想象, 它就是这个困难了, 好了, 我们再, 结合这个例子, D6, 我们再来看一下, 汇集这个, 跟轨机, 怎么来进行, 我们讲D6啊, 单位, 反馈系统开发则几件案数, GS等于SS加20, 是吧, 然后这个, 汇集跟轨机, 这个跟轨机, 我们首先, 开发则几件案数, 已经告诉你了, 没有0点, 那有几个几点, 四个几点, 四个几点, 那肯定, 很容易, 有四个分支, 趋近于无穷, 是吧, 既然有四个分支趋近于无穷, 那就有四个接近线, 所以你首先把接近线, 对, 汇集出, 这样的大多数形容, 你会清楚,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点, 是吧, 一个是0, 然后呢, 负20这个有个几点, 然后呢, S的平方叫30加20, 有两个负根, 那就是这个, 是吧, 这两个负根, 这四个分支, 这些是吧, 出来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在十轴上, 负根轨迹, 怎么分布, 这是第一个几点, 然后呢, 这是, 第二个, 几点, 是吧, 在十轴上, 这是一个几, 区间, 那这个两个区间, 肯定有, 负根轨迹, 是吧, 也就是这个负20到0, 这个区间, 肯定有根轨迹, 这个我们能分辨出来了, 是吧, 实际上根轨迹, 负20到0, 搞清楚了, 然后呢, 阶级线, 阶级线, S的嘛, 那就等于四分之, 你减20, 等于负6, 是不是, 然后呢, 负A呢, 等于四分之, 2K加1π, 那就等于正负45度, 正负135度, 出来了, 是吧, 负6这个点, 然后正负45度, 你画一下, 正负135度, 你也那个画一下, 是吧, 有关跟鬼子, 有关这个真相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出色角, 大家画出来, 是吧, 出色角呢, 但是说, 负4K加1, 加上90度, 是吧, 90度, 这就是, 这两个的90度, 然后呢, 负116.5度, 是吧, 还有负, 还有这个1, 12.5度, 是吧, 等于负180度, 然后呢, 这个是他1的, 等于负39度, 是吧, 也是这个点出, 它是负39度出发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负0点, 是吧, 因为我们讲了, 负20, 到0, 之间, 它是有根轨迹的, 但是这个根轨迹, 当然对, 他们肯定是有汇合的, 有负0点的, 为什么有负0点, 因为你从, 这个, 你远点这个, 负0点出发啊, 它也是出发的, 也就是这个, 埃克斯融负方向这样运行, 然后这个负20, 也是这样移动的, 是吧, 它两个自然, 都在这个埃克斯融负方向, 移动, 移动, 那它肯定在有个地方, 要负0, 所以这个就有个负0点, 是吧, 如果我们注意, 如果负20这个地方, 是个0点, 大嘴, 那它就没有负0点, 为什么, 因为从这个之间出发, 直接就到负20, 是吧, 从来直接就, 没有负0, 但是这个刚好两个人是, 就是理想而行的, 哎, 你也是出发, 我也出发, 然后最后, 哎, 要负0, 所以这个负0点, 那就第一分之一, 是吧, 加d加二十分之一, 加d加二, 加d加四, 然后d加二, 加减四分之一, 等于0, 是不是, 等于0呢, 我们就化解一下, 得出这个根, 四根, 当然这个根比较难求, 是吧, 我们得出来, d等于负15点一, 是吧, 一个负0点, 大概为了这个, 负15点一, 就是这个点位置, 是吧, 我们来, 大致来, 可以得出这个根轨迹, 当然, 我们还可以, 把这个虚子的这个焦点, 是不是, 我们也可以把它取出来, 虚子焦点, 那就, dx等于这个, 是吧, 等于0, 我们把s等于0, Omega带来几乎10分等于0, 10分等于0, 然后Omega带来4.1, 是吧, k心等于1389, 好了, 我们把这个, 都求出来了以后,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得出, 根轨迹这个形状, 这个根轨迹的形状呢, 就是, 这么一个形状,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吧, 这是0, 这是负二十, 是不是, 我们一讲, 非, 就是说, 有关的, 这个, 阶级线, 是吧, 这个位置, 它是, 等于, 负六, 是吧, Ax数字负六, 然后呢, 都是负, 135, 45, 是吧, 那就是, 你看这个, 这阶级线, 虚项表达阶级线, 然后呢, 负你一点, 为了这个负十, 15.1, 是吧, 搭在这个位置, 我们呢, 搭在可以带出来, 你看, 是吧, 这是负你一点, 那你就看了, 一条, 这个线, 是吧, 沿着这个移动, 这样的线, 沿着这个移动, 当然沿着虚项上, 然后一条沿着这边, 一条沿着这边, 是吧, 然后这个呢, 因为它是负39度, 是沿着这移动的, 是吧, 你看, 一条沿着这个, 一条线沿着这个, 是吧, 虚项表达阶线, 所以, 与虚项的这个交点, 这个点, 我们也求出来了, 是吧, Om等于4.1, 这个大为是4.1这个位置, 是吧, 然后这个呢, 开环正义, 是吧, 这两条曲线, 往这边都是沿, X左方向移动, 是不是, 都是沿着这个, S左半平面移动,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呢, 你看, 最终, 靠近这个地方是, 到U半平面去了, 所以它这个, K这个地方有个, K星, 是吧, 等于1389, 是吧, 1389, K, 小于, K星, 就K星, 如果从0到1389的时候, 它是稳定的, 大比1389, 哎, 不稳定了, 然后我们, K与等于K星, 图上400,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据出来, 稳定的开环正义, 范围, K呢, 大比0, 小于3.425, 好吧, 这个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求的, 是吧, 这都求出来了, 都没上问题, 这就是有关, 这个, D6, 是吧, 是吧, 好了, 我们呢, 再看一个例子, 是吧, 你知道, ZS等于S, S减1, 然后呢, S平方加4S, 加16分子, K星, S加1, 绘制更轨迹, 而且, 我们还要求你, 求出稳定的, 这个K的这个范围,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有点这个, 难度, 是吧, 就比较多了, 至少它有0点, 大家注意, 是吧, 所以根据这个开发传统函数, 我们可以求出, K等于K星, 绘上16, 是吧, V等于1, 然后呢, 第一步, 我们一步步来, 把这个, 零几点, 开发传统, 还是这个零几点, 我们在S平方图上, 把它, 标出来, 标出来, 第一个, 就是这个, S等于0, 这个几点, 是吧, 然后S等于-1, 这个几点, 然后S平方加3, 加16, 这是两个负根, 这个, 是吧, 这个两个几点, 好了, 我们知道, 有四个几点, 一个零点, 那是不是表示, 有三个, 或者三条分支, 然后有三条, 阵阶线, 所以我们下面要求的, 去阵阶线, 阵阶线, 你先求出来, 是吧, 先不要急着, 求这个十条根轨线, 没必要先把十条根轨线, 先求出来, 是吧, 十条根轨线, 那是差不多的, 你先把这些线, 取出来, 你最主要在这些, 你大致知道这个图, 怎么, 一个趋势, 你也搞清楚, 好吧, 所以这些线, 那就是, 分A, Sigma A, 那就是等于三分之, 是吧, 1减4加1, 那么呢, 大家这个一球, 是吧, 等于负三分之二, 所以这个负三分之二这个位置, 非嘞, 那就等于三分之二个加一派, 那很容易, 我们都已经清楚了, 就正负计时度, 180度, 是吧, 你看就是这个, 所以, 现在我们来看, 有180度, 那说明在X9的复方向, 肯定有根轨级, 而这个根轨级是怎么来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看, 这个, 现在来看十张根轨级, 这个1, 这个几点, 它是第一个几点, 是吧, 最后面这个几点, 然后呢, 在这个0, 这个几点数,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几点, 第二个几点, 所以在他们之间, 有一条根轨级, 是吧, 而且在他们之间, 有一个分支点, 你说是不是, 因为两个都是几点嘛, 他们之间肯定有根轨级, 而且都是分支, 肯定有一个分支点, 这是, 大家要注意的, 那我们来看, 0点, 那就第三个, 负1这个0点, 和这个第四个这个0点之间, 肯定也有根轨级, 是不是, 但是呢, 这个更有最大的注意, 他们两个刚好也是都是0点, 所以也是有一个分支, 是吧, 一个属性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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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肯定最终有一个分支, 也就有一个分支点, 是吧, 在这个, 这一段, 负1这一段, 有一个分支点, 然后呢, 这从0到1这个也是一个分支点, 所以我们先来去看这个分0点, 分0点在哪, 分0点, 那就是把我们那个有关的这个法则带进去, 是不是, 1分之1加低点1分之1加上低, 这个是吧, 等于低加1分之1, 我们分0点, 解除这个公式, 我们大致知道, 低于两个分0点, 一个呢, 低等于0点19, 一个0点19, 那就对于0到1这个分0点, 是吧, 1呢, 第二个分0点, 低了等于负2点26, 2点26这个分0点就在这个地方, 第二是吧, 你看负2过来, 负2点26, 这个分0点, 然后呢, 它有关的就是更1了, 是吧, 就是它的那个, 常见函数, 开尔常见函数那个辅值等于1, 我们把它调到KD12的这个一星, 求出来, 是吧, 对于305和70.6, 好了, 我们现在分0一点, 求出来了, 然后跟轨迹, 有关的这个阶级线, 我们也求出来, 大致我们可以画出来, 是吧, 这个可能也这个到这里, 然后这个可能也这个到这里, 然后呢, 这是一条分支, 两条分支, 我们有三个分支, 是吧, 当然这条曲线可能一直沿着, 沿着, 是吧, 到这里, 到过0点, 然后这个可能一个沿着到无穷, 是不是, 大的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输射角, 跟着这个输射角, 有关的关系啊,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 大的把这个形状画出来了, 输射角呢, 我们就这个角, 是吧, 一球, 是吧, 第一, 复复四十九度, 是吧, 这五十九度, 然后一球, 我们大的可以得出, 所以它一来, 等于复复四十九度, 就这个, 是吧, 复复四十九度, 我们知道就是这样, 是吧, 大致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 可以画, 这个, 跟轨迹了, 当然这个跟轨迹, 是比较复杂的, 是不是, 就是说, 很复杂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看这个图呢, 这边就是这样画的, 你看, 这个, S1, S2, 是吧, 从这个出发, 然后到这个, 到这个, 是吧, 然后在这个, 这个地方有个分支点, 是吧, 分0点, 分0了, 然后沿着这个, 沿着到这个, 是吧, 你看, 大致是这样一个形状, 是吧, 到这个, 到这个, 出进于这个, 跟轨迹这个, 出进于这个间接线线, 是吧, 这是两条分支, 然后呢, 还有, 两条分支, 是吧, 但是这个, 你看沿着, 沿着是9度嘛, 所以你看, 到这个分支, 是吧, 然后这个分支, 分支, 然后这个分支以后, 一个到这个0点, 一个到这个5球, 是不是, 所以大致形状, 这边就画出来了, 所以我们, 通过这些基本的这个, 法则啊, 或者规则啊, 我们大致可以取出来,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大致得出, 这个, 与虚轴的, 这个交点, 是吧, 然后就DS等于这个, 把S等于这个, Omega带进去, 是吧, 求他的这个, DGOmega等于0, 我们得出, 当然这个得出就比较复杂了, 是吧, Omega数数, 所以Omega有四个给, 是吧, 一个Omega1等于1点辅度, Omega2等于2点辅度, 你看, 就是1点辅度, 就是2点辅度, 是吧, 四个给, 然后呢, K1星等于, 负19点7, K2星呢, 等于35点7, 是不是, 所以这个稳定的K星范围, 那就是比较那个了, 是吧, 你这个, 如果这两个分子, 从0到正部穷变化, 那反正都是稳定的, 不管, 那我们主要看这两个分子, 是吧, 到这里, 这都是0到这个地方, 这都不稳定的, 是吧, 然后从这个K1星, 19点7, 正是19点7, 然后到这个地方, 是吧, 35点7之间, 哎, 它刚好是稳定的, 大家注意, 是吧, 然后呢, 大于是35点7, 又不稳定了, 你到19点7, 也是不稳定的,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得出, 稳定的K的范围, 就是19点7, 小于K星, 小于35点7, 也就是K星, 它是大于19点7, 小于35点7的, 然后呢, 稳定的K范围, 因为K呢, 又等于K星图上16, 是吧, 稳定的这个K的范围呢, 那就是K等于这个K星图上16, 那就K就数于, 它就是大于1点234, 是吧, 小于2点23, 所以这个地体啊, 那就是相对来讲, 已经很复杂了, 是吧, 这个图形啊, 你不是那么容易, 看得出来的, 所以呢, 我们呢, 要注意, 是吧, 我们通过这个地体, 实在是最复杂了, 所以不是那么好绘制的, 而最后你各种方面的这个知识, 是吧, 你大致能够感知出来, 是这么一个形状, 是吧, 大家要注意, 但是呢, 无论, 它怎么应用, 都是应用到我们讲的几个法则, 以及有关的这个地理, 是吧, 所以这个, 是核心, 还是要多念, 你只有发这些法则啊, 有关的这个地理都, 熟练掌握了, 你应用起来就没问题了, 好了, 我们法则呢, 会者跟轨迹这部法则, 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主要呢, 要给大家最后呢, 进行一些小节, 会者跟轨迹法则, 是吧, 小节, 总结一下, 主要呢, 我们讲了这个, 八个, 这部法则, 法则一呢, 就是跟轨迹的这个七点, 和重点, 是吧, 跟轨迹, 它是起始于极点, 开放极点, 终于开放零点, 是吧, 当然我们, 把这个无中远处, 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零点, 我们这样来认为, 是吧, 法则二呢, 跟轨迹的分支数, 是吧, 有几个极点, 就有几个分支, 对称性, 和连续性, 跟轨迹是连续的, 而且对称于持轴, 法则三, 表示十轴上的, 跟轨迹, 是吧, 十轴上的跟轨迹呢, 那就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第一个, 得去积数个零几点, 到偶数个零几点之间, 它们是有跟轨迹, 而且我们还说了, 两个几点之间, 或者两个零点之间, 它们肯定有一个分支点, 这个答应, 如果是一个几点一个零点, 那可能就不是分支点了, 那可能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只是一条线, 是吧, 一条跟轨迹, 没有分支点, 法则四, 跟之和, 是吧, 所有的, 跟轨迹, 这个跟之和, 是一个常数, 这个情况, 它是有条件的, 它是要在N-M, 大家等于二情况下才成立, 法则五, 接级线, 是吧, 辞根码A, 分A, 这些公式, 大家要注意, 所以, 我们要讲啊, 这些线, 和这个分拟点, 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要注意, 第六呢, 分拟点, 我们要去巴则分拟点取出来, 第七呢, 与虚子的这个焦点, 与虚子的焦点, 实际上就是, 求它的这个,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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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几个法则里面, 我认为, 最重要的法则, 就是法则一, 是吧, 你要清楚, 然后法则二, 你要用到, 法则三, 你可以用到, 法则五, 接级线, 和法则六, 分拟点, 这个呢, 非常重要, 第一, 我们就要, 把这个, 接级线, 和分拟点, 有关的分拟点, 是吧, 有关的这个, 实际上, 更规计, 怎么我们把它, 大致地判出出来, 是吧, 再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 诶, 数字角, 入数字角, 是吧, 然后与数字的, 这个焦点, 是吧, 然后跟实际上, 跟轨迹, 之和为一个常数, 我们大致可以得出来, 是吧, 也就是这个, 法则四, 跟之和, 为一个常数, 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啊, 整个, 系统, 它的这个分布, 是吧, 它的方向, 跟直律这个方向, 所以呢, 我们呢, 就是法则, 八个法则, 综合利用, 得到我们的这个, 汇集, 之中把一个更轨迹, 把它完整的汇集出来, 是吧, 要, 口后呢, 但是硬定要, 认真真的, 结合一些实体, 给我汇集观的更轨迹, 这样的话呢, 你理解起来呢, 才会容易, 而且呢, 才会得心一手, 好了, 这次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次课呢, 我们接着, 讲后面这个内容, 下课, Do not, 我说上, 还好, 好